接下来我们看一下HBase的数据模型 HBase数据模型可分为逻辑数据模型和物理数据模型 其中逻辑数据模型是用户从数据库里面所看到的模型 它直接与HBase的数据介绍相关 那么物理数据模型是面向计算机物理表示的模型 描述HBase数据在存储介质包括内存磁盘上面的一些组织结构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逻辑数据模型 与这个数据库里面我们常用的 也比较熟悉的Database和Table这两个逻辑概念比较的类似 那么HBase里面也有两个对应的概念 NBase Namespace和Table 那么Namespace就相当于是数据库里面的Database 一个Namespace中包含一组的Table 那么HBase的Table是由一系列的行所构成的 每一行数据有一个RowKey就是行内界 以及若干个ColumnFamily也就是这个列处 那么每个ColumnFamily可以包含无限多个列 也就是说HBase的Table它把行划分为一个一个的ColumnFamily列处 接下来我们介绍每行它所包含的字段 首先是RowKey也就是行界 HBase表里边的数据是以这个RowKey作为这个标识 它就与关系型数据库里边的主件非常地像 那么每行数据有一个RowKey 它是唯一的标识该行 也是定位该行数据的一个所影 第二个概念是ColumnFamily也就是列处 那么HBase表里边的数据按照ColumnFamily组织 ColumnFamily是法文控制的一个基本单位 同一个ColumnFamily里边的数据 在物理上通常会被存储的一个文件里面去 也就是说它们在物理上存储的是相邻的 第三个概念是ColumnQualifier也就是列的标识符 ColumnFamily内部的列标识符 HBase每列数据可通过Family和Qualifier 这两个组合去唯一标识 那么第四个概念是Cell 也就是单元格 那么通过RowKey,ColumnFamily和ColumnQualifier 可唯一定位一个Cell 它内部通常保存了多个版本的数值 那么这也是说是由互联网应用来所来的 就是说以这个网页为例的话 那么一个网页它通常有多个不同的版本 那么为了能找到以前的版本 我们需要把这个网页去存储多个备份 按照这个时间戳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会讲到的第五个概念 Time Stamp 也就是时间戳 那么这个Cell内部数据包含多个版本 默认将写入时间戳作为版本号 那么从直观上来看 可以将HBase表看成是一个有序多维的映射表 比如说左图的HBase逻辑数据模型中 所示的数据可表示成一个右图所示的多维的映射表 HBase也可以看作是一个KeyValue的存储系统 其中Key和Value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RowKey看作是Key 然后其他的部分看成是Value 也可以把这个RowKey,ColumnFamily,ColumnQuadifier,Termstamp 这四个属性给它组合起来看作是Key 然后把Cell里面的值是看作Value 我们接下来去描述如何把左图的这个逻辑数据模型 给它转化成右图的多维映射表 首先是第一行 那么它的RowKey是叫做AXXX 第一个列出是CFE 在这个列出里边,第一个非空的单元格是ColumnA 这个单元格只有一个版本值 Timestamp1 它的值是Value 接下来是第二个列出 CF2 那么这个列出里边第一个非空的单元格 它出现在ColumnA 这个单元格有两个版本值 也就是有Timestamp1和Timestamp2 根据不同的时间戳它有两个不同版本值 那么Timestamp1对应的值是Value Timestamp2对应的值是Value 列出CF2它对应的第二个非空单元格是叫做ColumnC 那么这个单元格只有一个版本值 Timestamp1它对应的值是Value 那么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把左图里边 其他的RowKey对应的值都展开成右图所示的多维映射表 接下来我们看物理的数据模型 EdgeBase是列出式的存储引擎 它以ColumnFamily为单位存储数据 每个ColumnFamily的内部数据 是以这种KeyValue的方式存储的 那么KeyValue的组成呢 如下所示 它以RowKey,ColumnFamily,Column,Qualifier,Timestamp 四个属性组成了一个Key 然后呢对应的是一个Value 那么下面这个表格呢 展示了数据在物理媒介上面是存储的 也就是说数据它在物理上面是怎么存储的 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KeyValue的格式 那么怎么从刚才这个表的保存格式上 那么从刚才这个表的保存格式上 我们可以看出每行数据中不同版本的CellValue 它会重复保存RowKey,ColumnFamily和Column的Qualifier 因此呢为了节省存储空间 这几个字段值应尽可能的短 因为这几个值是不停的重复 在HBase里边呢 同一个表中的数据 按照RowKey是身序排列的 也就是说从小到大去排 那么同一个行里面的不同列 它是按照ColumnQualifier去身序排列 也是从小到大去排 那么同一个Cell里面的数值呢 是按照版本号 也就是说时间初是降序排列的 是从大到小 那么这么做的一个好处是说 最新写入的值它会存在最上边 越老的数据呢 它会在越下边 方便查找最新的数据 还是以这个网页为例的话 那么每一个网页 它其实有多个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它可能今天有一个版本 然后两个月之前可能有一个版本 然后去年可能也有一个版本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希望找到的是最新的一些个数值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最新的数值 放在最上边的话 那么更方便去查找 下图呢 所示的是一个HBase表 它从逻辑视图到物理视图的一个映射 那么左边存储的是列处CF1所包含的数据 右边存储的是列处CF2所包含的数据 左边存储的是列处CF1所包含的数据 右边存储的是列处CF2所包含的数据 前面我们提到过同一列处里面的数据 在物理上它会存储在同一个文件里面去 也就是说在物理上它们是相邻的 值得注意的是HBase 它并不是一个列式的存储引擎 而是一个列处式的存储引擎 也就是说同一个列处里面的数据 它会单独存储 但是列处类的数据 它还是按照行式的结构去存储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HBase的基本架构 那么为了将数据表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table 它分布到集群里面 并提供读写的服务 HBase按照Rawkey将数据划分成多个 固定大小的有序的分区 每个分区被成为一个region 这些region会被均衡的存储到 不同的节点上面 HBase它采用了经典的Master Slave 主层的架构 这里与HDFS不同的是 HBase的Master与Slave 它并不直接互联 而是通过引入ZooKeeper 让两类服务结偶 这样的话能够让HBase Master 变得完全无状态 也就是Stateless 这样避免了Master 当机导致整个集群的不可用 我们接下来介绍HBase里每个组件的功能 首先是EdgeMaster 那么EdgeMaster在EdgeBase里面 可以有多个主Master 由ZooKeeper动态选取 主EdgeMaster由ZooKeeper动态选取产生 当主EdgeMaster出现故障的时候 这个时候系统可通过ZooKeeper 去动态选取产生新的EdgeMaster 来接管失效的EdgeMaster 以前所负责的工作 那么EdgeMaster主要有以下的职责 第一点是说 它要协调RegionServer 为RegionServer去分配Region 去均衡各个RegionServer的负载 去发现失效的RegionServer 并且是重新分配RegionServer上面的Region 这是第一点 是协调RegionServer 第二点是负责原信息的管理 也就是为用户提供Table的增删改查 这么一些一个操作 那么第二个功能组件是RegionServer 也就是在HBase里面处于这个Slave的一个角色 RegionServer它负责单个Region的存储和管理 比如说Region的切分 并且与Client去交互处理读写的请求 那么第三个功能组件是ZooKeeper ZooKeeper内部存储有关EdgeBase的重要的原信息和状态信息 担任EdgeMaster和RegionServer之间的服务协调的角色 它有几个具体的职责 第一保证在任何的时候集群里面只有一个EdgeMaster 又不然就天虾大乱了 第二是存储所有Region的水银纸入口 也就是说要知道每一个Region它的位置是在哪 方便去找到每一个Region 第三是要实时监控RegionServer的上线和下线信息 并且实时去通知给EdgeMaster 去方便EdgeMaster去监控RegionServer的一些状态 第四是存储EdgeBase的schema和Table等相关的原数据 这是ZooKeeper相关的职能 第四个功能组件是Client 是客户端 Client提供EdgeBase的访问接口 与RegionServer交互读写数据 并且维护缓存 以加坏对EdgeBase的访问速度 那么UB这个图分为两个半栏 左半栏展示的是把一个Table按照RawKey 分成四个不同的Region 那么RawKeyABCD它分在了RegionA RawKeyEFGH是分在了RegionB 然后以此类推 右半栏展示的是EdgeBase的基本架构 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出EdgeMaster和RegionServer之间 是通过ZooKeeper去相连 那么这种松偶合的方式 让EdgeBase架构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当EdgeMaster失效之后 可以通过ZooKeeper去动态选举 产生新的EdgeMaster 保证整个架构的正常运行 那么这一节我们先想大帐